大家好,这里是真的AR周一斑的频道 我两周前拿到了这款出海游了一圈回来的N6AR 那我就正式收集起了近半年里命名为AR的这三款国产Bird Base Phone AI眼镜 刚好前段时间我出这个雷鸟AR体验视频之后 很多朋友要求横屏雷鸟和Lokit 那我就直接加个量进行三个AR的横屏吧 首先是显示方面,按大家关心的三个点进行 首先是显示大小,暗藏色块,色彩及亮度 根据官方的FOV数据,雷鸟47度为最大,Lokit43度最小 可以看一下我三者的实际屏幕大小对比 雷鸟和N6差不多,Lokit画面略小 接下来连接同一个设备播放同一段视频 观察三者的暗藏色块情况 雷鸟会明显一些,但是Lokit和N6虽然色块不明显 但是深色内容会混在一起,造成这个画面的细节损失 色彩方面自我感觉,Lokit和雷鸟都有点偏暖色 N6的颜色较为准确 此外,全黑环境下的话,顶部眩光是Lokit比较明显的 亮度方面,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 雷鸟最高入眼亮度是520尼特 N6亮度最小为400尼特 雷鸟的亮度的确最高 我日常临窗办公使用,也不需要使用遮光照 当然,它的墨镜效应也比最为明显 佩戴方面从三个方面进行比较 分别是近视方案、重量和佩戴舒适度 Lokit AI首创的眼镜款是自带500度的近视区光调节 这个是它的优势 但是它也没有搭配这种近视方案也是一个劣势 因为如果你的度数在这个范围外 或者亮眼度数差距比较大 再或者闪光比较大 那你只能选择可以单独配镜的眼镜 N6配备有固定卡扣连接的镜片模板 方便自细配镜 这个牢固度很不错 雷鸟的近视方案是磁吸 不过原包装没有一起搭配这个支架 需要另行扫码购买 目前厂家是赠送配镜服务的 躺下的佩戴舒适度 雷鸟AI的细扁进腿呢 是更适合躺下使用的 其次是N6的 我关注到N6的角链竟 竟然可以实现素项上纵下三档可调节 这样就可以让一部分感觉画面偏上 或者偏下的用户也能调节到一个合适的角度 重量方面带线重量对比如下 N6 AI的这条传输线 是我目前接触过最细最软最轻的鞋 而且材质是编织线 佩戴更无感 希望后续分体式眼镜厂家能够跟进 镜腿音箱方面我用我的资子人头脉 进行一个横向评价 Rocket Air是最想要的 但缺少低音 N6的音质层次感很好 雷鸟的音质一般 兼容性方面 眼睛自身可调节性 雷鸟眼睛是没有物理调节按钮 只能通过安卓APP软件调节亮度后记忆使用 3D功能也只能在APP内切换 但是不支持记忆功能 Rocket Air的进腿设置有一个物理按键 短按亮度能流切换 长按3D、2D切换 这个设计还是很巧妙 N6 Air的进腿设置有三个按钮 吸频键和亮度加紧按钮 吸频按钮我也觉得很实用 有些时候可以不拿下眼镜 直接吸频来观察周围环境 这个时候进腿还是正常工作的 变为听歌的影响 自身调节性来说 Rocket和N6要伸出 外接设备的兼容性 用这个表格N6这次有点翻车 主要表现为显示的一个错位和没有声音 希望后期能通过固件更新解决 雷鸟与绿连转接器 有不显示的兼容问题 此外 输出信号为720P10也有兼容性问题 这方面Locket的兼容性要更好一点 边充边用方案的兼容性 首先测试的是红模线方案 实测雷鸟和N6多不能正常显示 华为VR Glass线方案 因为雷鸟为固定线连接 所以它需要双母头的转接 但实用是正常的 通话发热 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点 特别是作为Bird Base方案 它是顶头方案的特点 主板、显示、驱动都在额头位置 很多朋友都是因为这个发热劝退的 我这里测试的两种模式 最大亮度、最大音量下 播放2D、1080P和3D电影和MR模游戏 功耗和发热情况对比如图 室温均为21.6摄氏度 可以看到额头的温度表现最好的是N6 它跟前一代Lite一样 很巧妙的把一部分发热的部分 转移到了进腿的位置 从而降提了额头的温度感受 这也比较推荐更多的厂家跟进这个设计 生态方面内容这块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官方APP进入和状态 Nreal和Rocket都是三道 Linear Air 考虑到陀螺仪飘移问题是横向的1道 N6的Libro软件界面功能比较强 基本功能都能一览无遗 还可以支持多窗口的空间定位 这点很优秀 目前可以看到MR应用商店 一直是显示刷新不出来 包括我安装之前一些6DOF的MR程序的话 都是没有办法自己使用的 当然是需要开发者重新进行一个适配 Locket方面的话 依然在稳扎稳打的推进软件的丰富 目前大部分内容还是以兼容VR方式为主 不过在这个小的FOV上体验 VR内容沉浸感是有点打折的 连鸟Air即将上架一款新游戏 这个风格的捕鱼感觉更接近AR游戏的体验 当然这三款AR硬件上缺少摄像头 也阻碍了那些传统意义上与现实交物的AR体验 价格方面 目前LocketAir和LinearAir在领圈后 到手价基本都在2899元 N6Air在日本的销售价格是37999日元 则合约2100元人民币 算上税费运费代购费用 实际到手和其他AR差不多 不过售后肯定是前两者要好一点 看过我视频的朋友经常会问我 你体验了这么多眼镜哪个最好用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点就是 目前没有一款完美的眼镜可以直接拿来说 适合所有的需求 你只能根据你的用途 输出设备 佩戴习惯等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比较 首先去避开一些你认为不能接受的缺点 再去考虑更多的优点 希望我今天的三款AR的横评 能给你提供一些选购的参考 当然眼镜作为非常个性化的用品 最好的方式还是能亲自上演体验 今天我的体验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下个视频见